各位同學可以看到我的 那個畫面嗎 可以 好好好 那我想我們就來今天的第二堂課 環境教育概論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我不曉得就是可能各位學員 對於這個整個不管是33 或者是120小時都有很多很多 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那所以我這邊先大概花個大概10分鐘 很簡單的大概講一下就好 然後後續的部分 我想本來是要用中午 後來我看明天我有一個環境教育法規的課程 那法規的課程部分的話 我就會來仔細來講一下用什麼樣的管道 你可以拿到環境教育人員的認證的證書 我想大概是講講這個部分 那那我這邊先簡單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目前在前半段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我一堆東西在跑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好 OK我先找一下課表給各位看 好各位可以看到課表嗎 好可以看得到 可以嗎 可以看到我看到課表嗎 可以 好好OK 好那這個課表裡面呢 其實我們在前面三天的上課都是核心課程 那所謂的核心課程就是 不管你是120小時的 或者是33小時的學員呢 你們都是要上這個課程 那所以這時候兩個班 事實上是在一起上課 那我們人數大概差不多40位 那再過來我們在5月29號 還有就是6月4號 這兩天呢 它是食物科目 那什麼叫食物科目 那事實上是120小時 它的規範的一個課程的部分 那所以那個部分的話 需要來上課就是120小時的學員 那再來就是6月5號那一天 那6月5號那一天上課也是核心科目 就是不管120或33都要來上課 那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如果說我今天要 要針對120小時的學員做一些比較完整的說明 我大概以我來講 我能夠抓的時間好像 看起來 看起來我只能到 到這邊 到這邊來上課 所以這時數好像可能沒有寫對 應該 應該11號這個應該是8小時才對 因為我從8點到17點8小時 那這邊應該是6個小時 這個應該是有點寫錯了 沒有關係 那但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是蠻擔心一個點 就是說 33小時 剛剛有學員問我說33要不要考試對不對 我說其實環訓所沒有規定要考試 但是如果任課老師他說 我要給你考試 那他就要考試 他要請你上來報告就上來報告 所以那個是任課老師他自己的權責 但是環訓所沒有考試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120小時的上課學員的話 基本上他有 你要大概要準備兩份文件 然後 然後還有一份 還有一份考試 那還有一份就是展演 那兩份文件是什麼 一個是環境教育行政 那環境教育行政 它是採用 書面審查的方式 每個人都要寫一份 然後這一份呢 我們是用小組的方式來合作 所以環境教育行政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書面審查 然後交給那個 老師們來審查 那老師是誰呢 基本上 我們原則上一般是 可能就是 校唸一位老師 那校尉兩位老師 那校尉兩位老師呢 基本上他不會是 教過你們的老師這樣子 那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環境教育教學 教學就是要寫教案 那教案寫完以後 接下來呢 你還要有一整天的考試 就是要 每個人上去報告 那每個人上去報告 每個人只有七分鐘時間讓您報告 那報告完之後 那個由老師們決定 要不要跟您通過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還有一個就是 比試 那比試是要考一百題 一百題的選擇題 那所以 所以這整個 加起來是針對一百二十小時 所謂的訓練 的一個方式的一個科目 所以一百二十小時的課程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安排 我的安排裡面 這邊最後 七月十號 八點到十二點是 保育生物動態方法 上四個小時 上完就下課 那但是呢 但是但是我這邊 我很擔心同學會 會考不通過 因為這其實考試有點難 然後還要做練習 所以 原來上我會在七月十號下午 就學員 你要不要來隨便 我幫你們加課 就是我們在確認你們 是不是在 在不管是行政教學 是不是有沒有問題 那當然這個行政教學 如果是十七號要評量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在那個時候 差不多都已經要準備要交卷了 要就是要寄給老師們了 那才讓老師足夠時間來改 然後七月十六號呢 禮拜六的時間呢 我們會再幫同學做一次演練 那演練這個也是自由參加啦 如果你要來 我們就會讓你去做一個演練 那演練完以後就是整個包含了 模擬音演練的方式 演練完之後 十七號評量比較不會有狀況發生 那這是有關於一百二十小時的部分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一百二十小時 他們在執行當中 大部分都是以分組方式來做 所以我在 我在一百二十小時這裡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我有先幫各位做一個基本的分組 基本的分組 就是我基本上 四個人一組 那最四個人一組 基本上四個人一組分好 那我這邊想 就是這個剛剛我已經丟到群組上面了 我不知道一百二十小時的學員 針對這個部分啊 有沒有 你有報名 但是名字沒有在上面的 有嗎 OK 那如果另外就是說 基本上一百二十小時就是用訓練的方式 像我看到有人說用精力 有人是訓練 那有人是專長 其實這個我明天會一一解答 因為你一百二十小時你既然報名了 理論上講你就是要通過訓練來考試 那當然除非是說 老師我想要多學一點 所以我報一百二 但是我後面呢 我用專長 後面我要用 所謂的精力 但是我只想多學一點 那這樣子當然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 整個 整個部分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個部分我大概給你們看過之後 我你們實際來上課的那個 時間的時候 我會可能會請我們的 那位認可老師 第一次見面老師 我把一些資料透過他來轉交給各位 應該是會用那個時間轉交給各位 然後後續等到我真的上課的時候 我會再好好的跟同學就是分組 然後討論跟怎麼樣去寫教案等等這個部分 跟各位先簡單講一下 好 那我講到這裡之後 我不曉得在場的學員 有沒有任何問題想要來了解的 我這邊可以 呃 來跟各位做立刻的一個回覆 這樣子 有沒有 我 喂老師 你好 欸洪老師 我是鄭一文 我想請問一下 我是33小時的 然後我們也是要寫教案是嗎 喔 我跟你講喔 33小時不用 33小時其實 呃 我開個玩笑講 就33小時上完以後啊 基本上 呃 可能你就是聽到一些理論 但是實際的 實質的教案啊 並沒有要求撰寫 那 所以 呃 有可能你上完之後還是不會寫教案 但是 你並沒有被要求要寫教案 那 有可能我們會可以自己寫教案 然後提交嗎 呃 應該這樣說 我 我的課程裡面我都會講教案 但是 就是 因為 因為這樣說啦 你們提交給我們 嗯 我們只是 呃 可能就是義務性幫你們看 但是我們 呃 以老師來講應該 不會說真的很認證去看 為什麼 因為 你不需要去 考試嘛 這個呢 但是如果是像120的話 我們的課程安排 基本上我們會是 呃 有我跟另外一位老師 那老師 叫王佩蓮老師啊 我們兩個幫你們看 那 看完之後我們幫你們修改 然後請你們 要再就是 修改建議給你們 看你們要不要去做修正 120我們一定會很認真感 因為 120他 呃 很有可能會考不過 所以 所以我們會盡量去幫學員 那33小時這一邊的話 我們就是上課 然後 我會上教啊 但是因為 都是 都是 視訊課啊 所以你們就沒有演練的機會了 就沒有演練的機會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我 但是又沒辦法 因為實在是因為疫情嘛 那疫情的因素之下 如果 又 所有人每次都來上課的話 其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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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中心所有的成員 我們都很提心吊膽 萬一有人染疫 這這個這個不得了 所以我們 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那時候 我大概應該差不多 這個事情應該快快 大概不到一個月前 二十天前吧 我就跟我們同時說 那我們 我們還是跟環訓所申請視訊好了 避免造成各種交叉感染 那環訓所後來的回文就是 食物操作課還是不能視訊 那我相信各位同學都已經收到通知 但是這樣其實對於33小時來講 你們喪失了 喪失了學習 寫教案的 或是操作教案的機會 這是 這就是很兩人的地方 所以我也蠻 不只你們 因為120 他也少了很多 跟助員溝通討論的機會 就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最擔心了 就到時候他們 沒有實質上去 去講過 去寫過教案 那 到時候考試怎麼辦 那33小時呢 你聽完課 你拿到證書了 你還是不會寫教案 那就很麻煩 我的課程裡面 大概我今天就會講兩個教案 給各位參考 那 讓各位了解 那如果你們覺得我的教案 還可以用 你們要參考 有些 有些是 有些是屬於我們輔導廠商的話 我們就不能給 就是我自己寫的 我這邊應該是都可以免費提供給你們 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有 謝謝老師 那有沒有其他的 同學呢 有其他的問題 有的同學 他有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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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OK 黃志偉嘛對不對 是是是 你說海 你說海 那個我問一下 那個 因為你剛剛課程當中有提到說 那個 最後面的時候就是說 那個要 那個考試了嘛 然後不是說什麼 下午的話可以就是 進行所謂的夾課嘛對不對 那那個夾課的話是要 是要實體的嗎 還是說也一樣是線上的 這個我確定 實體啊 實體啊 我 我 佳課就是我要讓你們演練 然後 我們來 演練完之後跟你們講 哦 對對對 我們 而且像 後面的 隔週的 那個 那個演練呢 都是都是實體 因為 因為你們考試一定是實體啊 哦 因為我看你們的那個實體的話 不是好像只有寫四個天數而已嗎 對對對 但是後面那個夾課是 你可以不參加沒有問題 演練也可以不參加 通常可以不參加那個不算 但是 是我們 擔心學員 考不過 所以我們額外幫你們 哦 是是是 了解了解 我只是想確認一下 對 不看人家考不過我沒有意見 但是只是 我們 我們是擔心學員考不過 所以我們額外幫你們做做訓練 因為我們 呃 我們去年辦一百二的 的經驗是 學員到了要考試前一個禮拜 呃 教案還是寫得很糟糕 然後 那個 行政報告寫得還是很糟糕 然後 講的 講 上台講報告的時候 也不是 很順 哎 那我們因為這樣的關係時候 我們很擔心啦 哎 哦 是是是是 這個是我們義務性的加課啦 那就是等於老師也都是義務制啦 那 學員要不要來是學員自己去決定 但是我們基本上 啊 基於一個 希望 協助同學通過的原則 所以我們 額外幫同學加課 那您可以不來沒有問題 啊不好意思 啊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那個啊 鄭怡文有在舉手 是麻煩您說 哎 老師我想再請問你哦 像因為我 我本 因為你昨天有在那個 Line上面有講到說 呃 就是 非本科系 因為我不是本科系 我是財政稅務科 那所以說基本上他的那個學分 就是會比較 呃 可能科目上面跟環境都沒有關係 沒有完全沒有關係 對 那這樣的話 然後但是因為我又是那個 那個中南研廠那邊 解說志工啊 還有雲家南的解說志工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其實就是可以用那個精力的部分去 是啊 是啊 你可以用精力啊 啊精力的話你就 我明天 我是講白中午要講話 算了 我明天法規的時候 我很仔細的跟各位去說明 精力要哪些規範這樣子 你應該是可以用精力啊 因為我們三小時為什麼 一般來講核心科目只要三十小時就好 為什麼三十加三 就是因為 為了讓有精力可以通過的人 然後 多三個小時讓他可以用精力通過啊 哦 哦 了解 對 對 因為我完全跟這沒關係 只是因為我喜歡講這些 所以說我就報名 這可以用精力 當然那個有一些規範啊 那些規範我明天很仔細的跟各位講 好 那去對到說你可以符合哪一個規範這樣子 好 聽清楚 謝謝老師喔 謝謝 謝謝 沒有其他同學有任何問題 我這邊再說明一下 我昨天有一些地方我可能我講錯了 好比方說 因為我 我大概環教我正蘇領的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也十年了 然後 我之前在 我早期在明道大學 那時候我如果弄環境教育機構 那時候我們就有幫學員上三十三小時的課程 但那時候的環訓所他的要求是 如果你本身要當環境教育的人員的話 他一定要大學畢業以上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跟他反應很多次 他就說不行 但是呢 但是呢 後來他有後來我 我這兩天很仔細看法規 他除了學歷認證需要大學以上 其他其實應該是不需要 好 那 那 我們同事昨天有跟我透露了 說我們去年有個120小時學院 他高中畢業 他去申請訓練拿到了 我說那 那 那就是 老師自己搞錯了 應該 那個環訓所現在已經鬆訪了 那所以應該是就沒有問題 那所以跟各位這邊先抱歉一下 那所以跟各位這邊先抱歉一下 我想應該是鬆吧 但是我們還是為了保險起見 我們下禮拜還是會去跟環訓所在求證一次 這個部分這樣子 嘿 所以 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我想請各位同學安心的上課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 那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沒有 柯文琦同學 老師我想問如果我是用學歷申請的部分 就是我那個對應的科目可能就是名稱 就是他的科目譬如說他是本地數目 可是我們學的是本地數目學 他可能是差一個字或是什麼概論 然後什麼我們是通論之類的 我跟你講 那個部分的話 那你就是把科目寫上去 然後對應的編號寫上去以後 你去跟你原本的系所要課程大綱 附上去 然後讓環訓所審查 所以我就是只要科目上面 就是他有一個字對應不一樣的話 我都需要去做這件事情嗎 是的 是的 很麻煩 然後你要他對的時候 你如果差一個字應該他會同意 但是就是他要對一下課程大綱 但是就是他要對一下課程大綱 那課程大綱就是你要去看 我看他是寫什麼實驗 可是我們是實習 對啊 就是差一個字你就 對這個東西你就是要一般 對 如果環訓所的標準答案就會跟你說 你就是把課程大綱給他看 那其實我不認為他們跟環訓所真的看得懂 他只是就是被查一下 被查一下 喔好啦就給你過來 我覺得他會給你 對 如果你差太多他不一定會跟你過 就是差太多 環訓所的承辦他會 對然後還有就是 每一個科系 就是老師你說的每一個科目 我都需要去做申請 比如說GIS應用 名字一樣不用 GIS應用 可是他是中文 我們是英文名稱 這個也需要你做申請嗎 他們是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對 可是我們的科目 我們的成績單是寫GIS應用 這個難倒我了 因為很尷尬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承辦人 知不知道GIS就是地理資訊系統 是 有可能他不一定是 他不一定走GIS 他不瞭解 他不知道 GIS當然我們都知道 但是他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們就得還是要去申請就對了 最好啦 最好啦 我覺得最好啦 免得 也許他會說OK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有一點 就是在那個叫什麼 模棱兩可階段的時候 就是盡量 但是其實最尷尬的是 還有一種可能性 你去跟學系申請的時候 學系跟你說 這個科已經停開了 對 對這個也會可能這個事情 但是 就沒有辦法 你可能就 如果停開也許是不是 可系所出個簡單的證明給你 然後你就要附上去這樣子 一般都會用這個方式 這個我們以前很多人問過 我們也都只能這樣去回覆他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 沒有 好 那沒有我想我就 我想剛花了大概 我剛花了快20分鐘 我想問一下 那 我們同事 我們是上午10分鐘 上午10分鐘 休息10分鐘 對不對 是不是剛剛那個柏青哥 是不是這樣 陳柏青老師 對啊老師 這樣我也要想50分鐘就要休息 所以我11點50就要下課 沒有開玩笑 然後我們下午上課時間 今天就是1點 1點開始上課 好 那我就回到簡報 來跟各位講 那 忘記自我介紹 我是南華大學的 永續中育的執行長 那 那個 我們 這個所謂的執行長 就是 反正就是管事的 我們的 我們中心的主任是我們 林聰明校長 那我本身同時也是 永續碩士學位學成的主任 我 我們 我剛看到那個俗文也在裡面 我們也有學生來修這名課這樣 好 那我這邊簡單跟各位來去談一談 什麼叫做環境教育的一個概論 好 那這個概論的部分的話 我想我分為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就是環境教育是 緣起 就是說它從哪邊開始的 那緣起的話就會講到歷史 然後再來就是我談到 我們台灣目前環境教育大概 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是第一個我要跟各位談的 那這個部分大概我就是快談到大概快 11點50分 那第二個部分下午第一個小時呢 我會跟各位談一下環境教育的方法 那環境教育的方法其實我們從頭談到尾就是環境教育的五大目標 那我上禮拜 我上禮拜 那這禮拜這禮拜 我這禮拜去嘉義縣環保局 然後去上展研課程 然後其實我當場我就看到 有好幾個都是我以前教過的學生 我就直接問 好 我現在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什麼叫做環境教育五大目標 結果在場居然沒有一個學員可以答得出來 讓我很傷心 環境教育五大目標 如果你們要寫教案的話 這五個目標 麻煩同學一定要徹徹底底的把它記住 我下午講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case 我來跟各位講什麼叫做五大目標 那這個環境教育的五大目標要講 那還有講它的類別 那最後我會談到什麼叫做環境素養的部分 好 那麼這個都談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會講一個教案 這個教案是SDGS的目標教案 就是聯合國已經發展目標教案 那這個教案如果是實體上課的話 其實我會講完之後就讓學生去玩 玩完之後就覺得 好你就對這個SDGS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讓同學玩 只好我自己照本宣課來講 各位可能會覺得很boring很無聊 可是也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大概今天大概就是要從這三個面向去談 什麼叫做環境教育的概論 好 那環境教育概論裡面呢 我們要講概論就要去回顧我們的緣起 那緣起一開始的時候 環境教育一開始的緣起大概就是我們可以從18世紀開始來講 那18世紀講的時候 這裡面有一個Nature Study裡面 他如說提到 教育就是要遵循自然的規律 要發展兒童的一個天性 也就是說我們在教育小朋友的時候 你應該是要順著他的順性而為去做 那怎麼樣順性而為呢 其實在路易斯這個人他就提到了 我們應該是要向自然學習而不是書本 向自然而學習而不是書本 所以如果是我們在做環境教育的時候呢 我們在教課堂內的時間呢 往往比在那個課堂外面 戶外的時間要短很多 為什麼 我們就是要去跟自然來學習 那我們課堂內通常來講 我們是講一個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想法 那讓學員他可以了解 那就 了解完之後有基本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帶到戶外 到戶外去我們就可以看我們的自然環境 看我們的那些觀察 然後去學習去實驗 那最後我們可以得到完整的一個概念 好這是有關這個路易斯的講法 那Cornel那個學校的大學 在1911年撰寫的一個自然研究手冊 他就提到自然教育它會啟花兒童的文化價值的部分 這是從Nature Study這邊所衍生而來的 那像比方說來講 我看到在座 我昨天有大概仔細看了各位的學經歷 就有蠻多一直都是在 不管是你過去的學經歷 或者是現在都是 你的背景都是跟自然有關的 我想這些你們這些學員這樣來參加的話 應該是對你應該會蠻契合這個概念 因為環境教育就是要走自然的研究 好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關於環境保護運動開始 那為什麼有環境保護運動呢 其實這要從工業革命開始來談 那工業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就因為革命就是有蒸汽機啊 火車啊等等出來之後 這些這些所謂的集約農業這種大規模的農業呢 破壞了自然那破壞了生態平衡 那這是一開始那之後的到了20世紀呢 就越來越惡化就是會衍生出環境的危機 跟人類生存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我這邊的一個 超連結裡面所連到的這個大家看一下 就是人類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類迫使 100萬的一個物種面臨絕種危機 那各位如果有大概了解過所謂的生物大滅絕的話 在地球歷史上我們有可以找到的一些證據發現 有五次的生物大滅絕 那麼第六次是什麼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人類因為我們的污染環境 然後去破壞環境 我們導致100萬的物種面臨絕種的一個威脅 這是實際上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空氣水雨林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人類事實上佔生命體 佔0.01%呢 但是摧殘了83%的一個物種 不好意思喔 所以這是這個是目前我們人類正在創造 第六次的生物的大滅絕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這裡 好那我剛剛很快的去把那個它的起源呢 做了一個說明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環境教育的歷史 我自己做了一些整理 第一個就是在1948年開始 那這個什麼叫EE呢 就是Environment Education 然後就是把那兩個字抓在一起叫EE 這是1948年開始的時候 在巴黎會議的時候有第一次使用這個部分 然後呢 再來在1962年有一個Silence Spring 極靜的春天 我不曉得在座 因為我們家環境教育其實都喜歡互動 我現在講得很不習慣 在座有沒有人知道極靜的春天 這個卡爾森這個春天 為什麼叫極靜的春天 安靜不是很好嗎 各位可能會覺得什麼叫極靜的春天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的 告訴我 我想辦法幫你 不能加分 這個沒有辦法加分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極靜的春天 為什麼會極靜呢 對 沒有錯 陳老師已經有講DDT的危害 好 什麼叫極靜的春天呢 就是因為DDT造成的 沒有錯 就是因為DDT造成的 很厲害很厲害 沒錯 好 所以這時候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環境運動開始 然後1906年開始做 開始做之後 在1970年代 國際環境教育的學校課程工作會議 就美國通過一個環境教育的法案 Environment Education 那個法案 然後再來就是1972年 就有一個人類環境宣言 然後在1975年 有一個貝爾格勒憲章 1977年 有一個伯利西宣言 1980年呢 寶玉宣言 然後1987年呢 就講了一句話叫 Our common future 就是我們的共同的未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斯德哥爾摩宣言的部分 這是在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 斯德哥爾摩宣言的時候呢 他這時候設定一個日期 各位知道 6月5號 我們上課 6月5號好像那一有課 就所謂的世界 是世界環境日 6月5號是世界環境日 6月5號是世界環境日 那為什麼會 6月5號設定為世界環境日呢 就是因為1972年 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宣言 舉辦的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就是人類環境會議 那他的目標就是 激勵跟指導世界各國人民去保護跟改善環境 那我這裡 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我把那個 我很認真去找了他的影片 但是我不知道播放會不會有問題 你們看一下 等一下 What happened 等一下 什麼 怎麼不見 等我一下下 我重來一次 重來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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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72, Mrs. Indira Gandhi,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arrived today to address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She was met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nference, Mr. Maury Strong, who escorted Mrs. Gandhi to the rostrum. It i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which is confronting the world will profoundly alter the future destiny of our planet. And no one amongst us, whatever our status, strength or circumstance, can remain ineffective. For 11 days in June 1972, Stockholm was a magnet for everyone concerned with the environment. 1200 official delegates from 113 nations were in Stockholm for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meeting first propos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by Sweden and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1968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 four short years, the topic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had gone from the back pages of newspapers to make headlines on page one. The very fact that the conference began with 113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with very high-level delegations from those countries, this in itself represented a very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Because this demonstrate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real concern of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ose countries which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did not remain away because they were disinterested in the issue. They remained away because of another political issue that didn't have any direct relevance to environment. So those who were here were here because they were interested. Those who were not here were not here because they weren't interested in the environment issue. So those countries with but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consume the bulk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of minerals, fossil fuels and so on. Thus we see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increase of one inhabitant in an affluent country at his level of living is equivalent to an increase of many Asian, African or Latin American at their current material level. I think that's enough. Don't sa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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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anyway, that's a matter of you. In 1972 since January 6 or 5, this day we set it as World and�� Day. It's a World and�� Day. That's when you get the credit for all the students, if you get the credit for all the students, just be the students. Please remember that in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we will be able to bring th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for you to join in 推一个世界环境日的活动这样子 以上的一个建议 好 那再来就是在1975年 1975年有一个贝尔格勒 贝尔格勒献章 好 那这个贝尔格勒献章呢 其实它很有趣 很有趣 就是说 它有提到环境交易的目标 这里英文这边 我们把它翻译到 翻译到中文这边 那当然我看一下英文 就是这个环境交易的目标 是去就是培养我们那个 那个人类 它对于aware of就是 那个aware of就是说 它会觉知 或了解 还有去关心 关心这个环境 跟它环境的对应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 这里面它有包含几个面向 就是第一个是知识 然后knowledge 那再来就是skill 技能 再来态度 motivation 一般有的意愿 比较动机 comment就是所谓的承诺 就是解决当前的预防未来环境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贝尔格的宪章 那贝尔格的宪章这里面 其实它已经把环境交易的目标 点得非常清楚 点得非常清楚 那环境交易其实它有五个目标 那第一个目标就是 引起你的动机 怎么样引起动机呢 就是你要去了解 目前环境 面临的问题 我们就要引起动机 那你知道这个引起这个动机 这个问题之后 接下来呢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告诉你环境它为什么发生这些问题 我们透过知识性的教导你 让学员知道说 环境它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这叫知识 那有这样的知识够不够呢 其实还不够 要怎么样 我们要让学员去 实际去实作 实作 那实作就是 我们就是要去培养环境教育的一个经验 透过实作去做经验 所以一般我们在做环境教育呢 我们就会让学员有一些实际去动手 去多数看啊 去操作这个部分实作 那当然在你实作完之后呢 我们就帮您培养一个技能 想像说我随便讲 比方说我们培养 我们大概在很短的时间内 培养它怎么样去量测数的高度 或者是量测数的胸围 然后计算数的固碳量 这叫技能 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已经有四项 但是四项够不够 对于环境教育够不够 当然不够 为什么 当你今天没有正确的态度 我告诉你这么多 你还是不懂得节能减碳 你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碳排放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培养一个节能减碳 愿意为环境付出 然后愿意跟 把我们人类只是地球的一分子 这种态度建立起来 那这个部分 才是我们最后想要培养的 所以环境教育有五个目标 在贝尔格勒县章里面 其实他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引起你环境的动机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给他知识 然后让他去实作体验 那再来就是培养他的技能 最后建立他正确的态度跟价值观 所以在1975年贝尔格勒县章里面 就把所谓的环境教育的目标 就点出来了 OK 等一下 这个这边我没有超连结了 没有错 好 那这里面 到了1977年 在乔治亚共和国的伯利西 办了一个国际环境教育的会议 那会议这里面 他就把环境教育的定义 更清楚地去说明的 那环境教育的定义 它事实上是一种 一个教育的过程 那过程里面 个人跟社会认识他们的环境 我还是很短的一个小小的影片 40年之后 to use the power of education to protect the planet and people from this gathering the modern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merged for more than four decades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have been tackl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in schools and outside schools engaging people of all ages a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artnering with communities scientists policymakers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we have achieved so much together millions of educators have brought a high qualit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s and communities schools are going green embedding environmental concepts into all aspects of learning from the curriculum to the school grounds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000 protected areas in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8 billion visits a year where people experience nature firsthand millions of citizen scientists are counting observing thinking and collecting data to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net and how to protect it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take environmental action each year from cleanups to protests at home in town halls and through faith communities recycling and renewable energy have skyrocketed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helped protect endangered species today's young people are the most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generation the modern world has ever see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and learners are part of global network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policie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re has been so much progress and many breakthroughs so thank you for your passion your dedication and your 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ake a moment to celebrate our collective achievements our work isn't done and challenges lie ahead but know that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make a difference and together we are an unstoppable force 好我想这个影片应该可以激勵各位各位人心 因为让各位同学愿意再 不好意思我切一下 ok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另外呢在1987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布伦克兰报告那布伦克兰报告里面 他这边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我们共同的未来 那这里在讲这件事情在1987年的时候 也就是民国 76年的时候 他把永续发展 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 那什么叫永续发展 就是要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 但是不要损集到 后代子孙的需求 这叫做 永续发展的定义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要了解 那当然 我这边讲一下 120小时的同学们就要注意听了 因为 要考 100题选择题 所以像我讲这个 很重要的时候 可能 可能真的 我们题目就会 就会出这一题 这样子 好 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 那 Our Karma Future 这里面呢 其实我也有链接 广告一下 而今天 我们会讲到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1987 18thCentury And EF Schumacher In 1970s Also portrayed The human induced exhaustion And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planet earth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aid to have its root In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 Held in 1972 The conference Was title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 That placed The emphasis On broader natural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club of rome Also championed The idea of limits to growth In early 1970s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club of rome Was founded In April 1968 By a small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eople From the fields of academia Civil society Diplomacy And industry The club of rome Is known for its limits To growth theory Which suggest that Ecological limits Are going to be exceeded soon With reckless Adv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放完 那但是让各位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这样子 不好意思 我刚刚 档案 我开太多档案了 等我一下下 我回到刚刚那个 OK 所以这个是部分 刚刚提到的是有关这个部分 那我可能讲的比较慢 剩下两分钟 那台湾环境教育的眼镜部分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讲 那我不晓得各位学员 我回到那个画面 对我刚刚讲的部分有没有问题 我有点请教一下 我刚刚这样放影片的时候 会不会lag 会不会好像有点慢 还是有顺顺的放过来 会喔 OK OK 很卡是不是 这是很无奈 这是很无奈 那那个部分的话 我想后面我们这边有录 录那个 整个录影片的话 影片部分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讲义呢 都会放在我们的环境教育机构的平台上 各位知道环境教育机构的平台吗 我想你们在上面报名的 我们都可以从那边直接下载下来 OK 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现在可以 真的是不好意思 可是那个影片真的蛮值得看的 所以我还是得要放 这是上课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想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那我们下午就是一点整的时候 准时来上课 那各位就好好去休息一下 谢谢各位 可以了吗 好 谢谢不好意思 那我现在去上课 我就把我个人的画面关掉 然后我回来这边刚才上课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台湾环境教育的眼镜 那在这个眼镜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位 两位 那一位就是这个杨冠正老师 那这位老师呢 他在2015年过世 那他在1988年呢 在那个台师大这一个环境教育中心 然后呢 在1993年 95年之后 成立环境教育研究所 然后呢 他同时也创办了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 那像那个 你们有一位老师 这个任何老师叫王沛岩老师 他是第一任环境教育学会的 应该是秘书长 秘书长 那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个人的简介 我想这个是一个 蛮值得去 让各位能够有一些了解的一位人士 环境教育支付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 那他有推动相当的一些讲这样子 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我想应该要让各位知道一下 好 那 接下来就是我看一下 好像是 我这好像开错了 好 接下来我们回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在环境教育法的话呢 我们要说一下 环境教育法事上就是在 世界环境日 2010年6月5号 颁布 颁布环境法 那环境法里面 他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我明天会讲 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说 如果 不管是公家机关 或者是国营企业 或者是像一些相关的 法人团队团体 他有50%以上是属于国 国营的话 我们叫做国家的股份的话 那就是每年度要上 4个小时的环境教育的课程 这是环境法所规定的 那这样规定完之后呢 接下来要推动嘛 那推动的时候呢 就在2011年的6月3号的时候呢 制定了一个环境法的实施细则 还有认证的法规 也就从2011年开始呢 开始就所谓的环境教育人员的一个认证 那我个人本身 我个人本身 其实也蛮 就是蛮有兴趣做这件事情 那我个人是这样 就是我在 差不多在2011年之前 大概差不多2007或2008 我看看2002 应该2007年开始 我开始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做志工 那所以到2011年开始有环教法 开始推动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的校长 就是陈世雄校长 他就希望说 在明大大学 那时候我在明大大学 能够也来推动环境教育 那后来因为我个人 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大概五年了嘛 五年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志工 就是我带着我们学生 到3D部落去讲水族宝词 所以我就很愿意说 我来推动环境教育 所以我在 应该是2012年 我就去跟各位一样 我就到台中教育大学 我去上了30个小时的核心课程 然后我就取得了一个 环境教育人员的认证资格 然后我取得以后 取得之前 我就开始来写 环境教育的机构的申请书 那取得之后呢 我就送件 然后送件之后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 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拿到了环境教育机构的证书 那拿了之后呢 其实我在 我继续在那个明大大学 我待了两年 那两年我总共办了4T次的 30小时的课程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办120 因为毕竟120小时课程 真的需要很完整的筹备 所以我办了两年以后 后来我离开了明大大学 大概在就离开了之后后来我就来到南华 那来到南华以后 我为了这个机构跟设置场所呢 其实我大概整整从开始筹备到通过 花了4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我会花4年的时间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整个环境教育要推动 其实需要有因缘成熟 那这个因缘成熟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有场地 第二个我们要有人缘 那在我们场地还没有完备之前 我就不太敢申请 那再加上就是说我刚到南华大学 其实还不是对整个学校体制 不是那么熟悉 我也不敢贸然申请 所以后来我们一直到了2020年 2020年终于 那就是我在 我应该是2018 19年的时候 180开始写 2019年提出2020年通过 通过之后 其实那时候也还没有办理课程 只有办展研 就是环境教育员展研 那我到2021年 我们开始认真开始办 所以去年度 其实我们33小时办了 应该是三个题词还是四个题词 我都很忘记了 120办一个题词 那今年是第一次办33 跟第一次办120小时 那各位其实也蛮幸运的 就是为什么叫蛮幸运呢 环保署它今年所匡列的 那个环境教育人员的补助款 应该已经都匡列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 你们这一题学员都没有问题 只要33小时你要全勤 那120小时你基本上尽量全勤 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你们可以领到相关的一些 补助的一个经费 就是让各位不要去负担太多 但是如果像我们南华大学 想要再办第二次的 33或120的时候呢 基本上应该已经就没有补助了 就没有补助 因为那时候整个经费 环境所匡列经费 可能都已经用完了 但是我们这一期是还有啦 这一期是还有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在这个汽车之后呢 有一个环境教育资讯系统 那资讯系统它主要的用途呢 大概有几个部分 那不外乎来讲 就是说你要去推动环境教育 首先你一定要有人 那这个人呢 本身是他本身的 在环境教育的基本的学能上 是本职学能上是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环境教育人员 那么这个人员呢 就是如果你本身 已经有基础的知识 基础的背景 比方说像您是环工水宝 或者是刚刚 或者像自然资源森林 相关科系的毕业生的话 你有基本的职能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说 你透过一个核心科目的授课 让你对环境教育 更进一步了解之后呢 你可以成为环境教育人员 那或者是说 你本来就已经长期 在做环境教育 但是你并没有去做过 这样的课程的时候呢 你来上核心课程 加上一些基本课程 你也一样可以成为环境教育人员 那或者是你可能之前 你对环境教育有兴趣 但是你一直没有 认真去学习或接触的 那你可能就要上 120个小时 上完之后呢 你通过考试 成为环境教育人员 有很多类别啦 那人员的部分 那另外呢 既然有这个人员 人员要受训嘛 那受训由谁来训练呢 那么就是要由环境教育的机构 来办理训练 那么机构呢 基本上来讲 在国内 大概以大学是主要的一个机构 那在我们台湾 我想大概机构办的 我个人最推崇 办的最完整的 应该是台中教育大学 那他们其实有一位 专门的环境教育机构的人员 叫亚凤 他其实很有经验 他已经待了也十年了 他可以去把这个机构的所有的细节 他非常清楚的去执行去落实 那除了台中教育大学之外 当然像南部 或者是北部 台湾师范大学 他们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机构 南部的话就比较排好了 就是就没有说真的很多 那我们南华大学当然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嘉义 那嘉义事实上跟台中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希望说 未来就是说 在云嘉南地区 那甚至高雄地区 那这些有对环境教育 有兴趣的人员的话 都能来我们这边受训跟上课 这是我们觉得 这边我们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除了机构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设施场所 那什么叫设施场所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 环境教育呢 是要透过自然学习 而不是书本 那什么叫自然学习呢 就是我们要设立环境教育的设施 跟环境教育的场所 让那个学员 或者是像一般的社会大众 他们对环境教育有兴趣的 可以来到这里去做学习 那所以我们南华大学也是一样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也提出 开始提出撰写 提出申请 要成为环境教育的设施场所 那我为了做这个设施场所 其实我在2016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来去规划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设施场所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用所谓的 气候变迁破地防灾为设施场所的一个规划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规划起来以后 大概差不多2018年比较成熟了 我就开始来撰写 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申请书 那所以呢我们也在2020年 机构场域一起 设施场所一起通过 那这两个通过之后呢 其实我们目前的场域已经不断的演进 通过之后呢 我就着手在做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场域 不要只是好像很硬体的防灾 我们希望能够还有一些软体面 或者是说跟生活面有关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来 着手来建立我们的永续农场 那也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一个建立 目前就是像我们有一个温氏 温氏其实是小敏 我们有一个学员 他们其实帮我们很大的忙 帮我们把它做起来 还有包含的那些农场的规划 也是靠着我们的朋友 大家一起做起来 那目前里面还有养黑水萌 然后有棚架是养兰花 那也有农场开始 也在陈世雄校长 跟陈英雄老师的协助下 开始农场有一些产品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现在其实还有那个养风 那养风也是我们的陈世雄校长 他来指导去养风 那我们今年度的目标会在盖 会有那个应该算太阳能厂商 会捐助我们一座太阳能的温室 那这温室可能会比之前的温室更完善 就是因为更多的 他捐助比较有经费更完善 那里面我们可能会做相关的一些温控 还有像照度计等等的检视 我们会更进一步做实验 所以等等这一些 我想在120小时的学员部分 等到我们实体课程的时候 我有机会带各位走一下 当然实体课那一天 我可能会把握时间 跟各位去讲行政的教案怎么做 那教学的教案怎么做 那怎么样教给我们 我们怎么样来帮你做修改 大概会以那些部分为主 因为毕竟我们能够见面的时间太少 我一定要把握那个时间 那我刚刚这样讲的 就是有关于环境教育的一个演进 就从杨冠正老师开始 然后在2010年6月5号 就世界地球日颁布了环教法 然后在隔年6月3号 制定了环境教育法的实施细则 那这样制定完之后 整个环境教育的三个重要的角 一个就是环境教育人员 第二个环境教育机构 第三个环境教育设置场所 就建立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提到了环境教育的课程的目标 那这一张图呢 我跟各位讲 这一张题 我这张图目 这张题如果是120小学 我跟你们 我开玩笑跟你们讲 我这题保证泄题 为什么 这一题我一定考 这个这一题一定考 一定用各种形式来考这一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以后你们要写教案 写教案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符合环境教育 五大目标 五大目标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一定要去考 那各位学员如果您注意看这张简报 老师你讲五大目标 那好像您的图面上怎么写了三六大象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 他有六大象 那六大象 可是图面上那个左 右边那个图呢 又只有五大象 好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要对一下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awareness 就是觉知跟敏感度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对一下 概念知识 concept of knowledge 就是知识面 第三个呢 态度 价值观跟态度 第四个呢 就是所谓的 行动的技能skill 那第五个呢 是经验 经验怎么样 怎么样去把经验建立起来呢 基本上你一定要参与 参与完之后呢 给你评定 才叫做经验嘛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讲到这边 其实我想要 我想要请同学 来稍微互动一下 环境教育是需要互动的 所以我看一下下 学员的名单 其实我不用看 我直接认识的 我直接问比较快 那我先问一下 梁大庆同学您在吗 在线上学长 不好意思 梁大庆同学 今天是同学 其实他是教授 那他有非常多年的经验 关于这个农村再生这一块 那能不能请您就是 针对这个课程目标里面 您挑一个 您觉得比较重要 或者是您觉得 应该要怎么去解释的一个内涵 给我们学员了解一下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洪老师 那个 在环境教育的目标里面 我认为可能是 在 觉知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 是刚入门的东西 可能是很重要的 等于说我们 不管是学员或者是教授 或者是被教授的学员 可能在环境上的认知上 可能要有 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说 比如说 现在最热门的议题 可能就是环保减塑 有一个什么吸管之乱的 那个事情 当然这个线塑的塑胶的部分 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 它的方向 我们应该针对于 我们的环境 为什么要线塑 为什么要塑胶 为什么会造成海洋 或者是海里生物的一些伤害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做线索 那有哪些的政策 可以让我们 在我们认知上 我们先知道说 哪些不应该做 甚至我们到海洋 沉到海底里面的一些像 寄居蟹都 住到那个养乐多瓶里面去 或者是 或者是那种 那个 什么 绿西龟啊 它鼻子因为要吸 呼吸 就都插到了鼻 鼻子都插到了 那个吸管 所以会会遇到这种问题 甚至有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 已经遭受很大的一些问题跟灭绝 那已经影响到这些生物的生活 当然在环境教育的部分 我们认知上是很重要 这个是比如说塑胶的东西 它确实是被人类造出来 不可以分解 那我们是不是找到第一个替代方案 第二个或者是少用这些东西 或者第三个或者是有效的 我们用但是不得已用 而能够回收 方向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各个先进国家 或者我们台湾 在环境教育的部分 就是我认为是认知的部分 慢慢的推广 让大家慢慢的习惯 塑胶 它是可以用一些 可以慢慢被减少使用的 那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习惯等等的 让这个整体的环境 或者环境教育 是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 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以上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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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刚刚把声音关掉了 我刚刚忘了讲 我这边提醒一下 我刚刚想说 我就把这个画面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我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你们不能把你们的荧幕关掉 所以我刚刚看了好几个荧幕 可能要马上立刻打开 因为照规范 您是不能把自己的画面关掉的 好不好 我看到有还有三位 还有四位是观者的 可不可以麻烦这四位打开 不然会是违反这个规范 好不好 我麻烦我们助教一定要确认一下 我不好意思直接点您 可是如果您还是没有打开的话 待会我们可能会计况课 那我不好意思 我要讲实在话 我们会直接跟您计况课 好不好 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可以吗 那等一下下课我们会提醒 真的要个别提醒一下好不好 因为不然就会计况课 那个请我们助教在线上要随时讲一下 我刚看到还那四位还是一直关着 所以是不是我们请他 可不可以请助教个别跟他联络一下 那如果他还是关的话 我们待会就这四个同学 我们就直接寄况课 好不好 可以吗 麻烦那个雨萱 OK好的 你现在立刻联络 如果说他们还是关着 我们就只好寄他况课 这个很抱歉 这个是环保署的规定 那我们的规范要遵守 麻烦您现在立刻通知 那十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开的话 我们就这堂课就直接寄况课 等他下次再来课 好谢谢 好谢谢 不好意思 麻烦要去确认一下 一定要把画面打开 好不好 那我现在回来继续上课 回来我继续上课 好 那刚刚这个部分呢 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提到的觉知跟敏感度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性 那当然这个觉知敏感度换起之后呢 我想我们走到最后 走到最后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他的正确的价值观 跟正确的一个态度 价值观跟态度 那么这个价值观跟态度呢 要怎么培养呢 我们就要靠我们的概念知识 我们的告诉他 然后呢让他直接去实做 然后直接实做之后培养技能 那最后告诉他说 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正确的价值观跟态度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来一一的解释 我们刚刚梁老师他有提到 环境觉知跟敏感度 那这觉知跟敏感度里面 它有很多个面向 那第一个是感官觉知能力的一个训练 包含了观察分类 排序 空间关系 测量 推论 预测 分析跟诠释 那第二个就是培养学生对各种环境破坏 跟污染的觉知 那第三个就是对自然环境跟 认为美跟环境关系的一个部分 不好意思刚是有人有问题吗 还是 有问题的话就要麻烦直接 雨萱要跟我讲一下 OK好 麻烦 那个淑敏你有什么事情 您说 我看不到你的简报 什么 看不到简报 好好好 不好意思 那我现在立刻 可能我刚切过去看画面之后忘记了 来好 陈小姐不好意思 要麻烦您开启视讯镜头 我有开 那这边看不到 那我一直都有开 那我要现在怎么办 那你现在可以先退出 然后再马上进来一次 好 我一直都是有开着的 好 不好意思 因为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就很麻烦 因为环保署的规定是大家永远要开着 所以如果你是 可能我刚刚有请雨萱 就是可能个别用LINE去联络一下 我不好意思直接讲 就是没有开着 赶快要赶快确认 因为我这边提醒一下 环保署环境所如果进来 发现是关着的 那他会会有可能会跟我们讲说 那为什么你让他上课还是在那边上 还是有算出席 那这个问题很大 好 那我现在接下来播影片 播影片刚刚会lag嘛 对不对 所以我播影片同时呢 我只能 我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把这个影片的网址 会丢到LINE群组给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 想要看 看不清楚的话 那LINE群组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好 我想大概我就很 What's it like to learn math on brilliant.org Brilliant gives you hands on to help you learn by doing Learn topic Hey guys 等我一下 我先 别再保留在这个频道 rev 然后 我们的工作不存在进入空间 我们的工作是一部分的世界 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影响 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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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种社会 每个人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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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做的 指定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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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 大事件 也要缺买 胸汤 我们的工程 福音 我们的社会 每个社会 分析 各个社会 的 Vitaly 一些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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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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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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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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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